鞋子 嗨,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下球鞋吧 我們在買鞋的時候可能都知道室外的要用有釘的 那室內要用平底的 但卻不知道其實足球鞋的分類還蠻多的 球鞋的分類基本上就是根據場地的軟硬或是草的多寡長短來分 一般地板越軟草越多的場地就會適合鞋釘會比較少也比較長的鞋子 它會比較容易插進土裡提高抓地力 那反之地板越硬草越少的場地呢 鞋釘就會偏多也比較短 為了避免等等大家聽得太模糊 先簡單記住我剛剛說的分類方式 那接下來我就會以場地由軟到硬 一一講解每個足球鞋的名稱代號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SG FG 國外的職業球隊很常有這種場地 維護上比較昂貴 台灣幾乎沒有這種場 鞋釘通常是可裝卸的金屬材質 或者會混一些塑膠釘 那再來FG 適用於平整密集的天然草 硬基底場地 顧名思義Firm就是硬的意思 和SG同樣適合天然草地 但質地偏硬 第三個HG 適用於草少泥多的天然草場地 和草場底厚的人工草皮 Hard一樣就是堅硬的意思 比起FG適用的草更稀疏 所以踩起來會更硬 鞋釘與FG類似 但會比較短 也適用於草場的人工草皮 第四個 AG 適用於草場底厚的人工草皮 看到Artificial 應該就知道適用在人工草皮 比起HG的鞋釘會比較多 第五個 TF 適用於草短底薄的人造草場地 TURF就是草皮的意思 比起AG適用的草更短 所以鞋底層顆粒狀碎釘 由於鞋釘多而且短小 這種鞋穿在平地上也有不錯的抓地力 最後IC或是IN 適用於所有平地 這很明顯了 Indoor Court就是室內場地 只要是平地也都能穿 好的 那雖然分類這麼細 但其實也不用真的這麼講究 每種都買一雙 反正前面幾種長的也都差不多 只要折中選擇就好 以台灣來說 天然草地的場地 大多是沒什麼維護的硬地 那所以以SG的鞋來說 台灣的體育用品店就會很少進貨 如果要考慮可能會在人工草皮踢球 其實買一雙HG或AG的就可以了 我也有看過有些人就穿著TF 也就是碎釘的鞋 在平地和乾燥的草地兩用 但下雨的話可能就會打滑 我自己的話就是買一雙HG和一雙平地的 大概就所有場地都能用了 就看大家的需求是什麼了 那清潔上的話主要還是針對室外用的釘鞋 尤其遇到下雨天 踢球整隻鞋都會是土 我們就會先把鞋底的土敲掉 像這樣子兩隻鞋底對敲把土敲掉 之後就可以用清水或是濕布 把表面清潔一下 那裡面盡量不要洗 如果已經全濕了 裡面也有髒水那就洗一洗 再來像外面這種有縫線 或是有黏接的這種地方 如果有卡土一定要清掉 可以用插的或是用牙刷把它刷掉 因為土乾掉以後它會膨脹 久而久之就會撐開這些縫線 或是黏著的地方 那常常就會經不起衝刺和折返動作時的外力 它就會爆開 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的釘鞋 都是從這裡會先開花 那室內鞋因為不太會遇到土 反而很少這裡先壞 通常都是鞋底會先磨平 那另外濕掉的球鞋呢 讓它自然風乾就好 盡量不要曬太陽或是用吹風機去吹它 溫差太大會容易劣化 黏著的地方也會比較容易壞 那很濕的話 可以在裡面塞抱紙吸水 會乾的比較快 好啦那本次影片就分享到這 大家是如何選擇和保養自己的鞋子呢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